冷先生 您的爱人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请问这换肾的手术 还需要继续吗 继续 您有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风险 如果您坚持要做手术的话 您爱人肚子里的孩子 就保不住了 老公 老公我求求你 你不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老公 别拖我 我先走 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爱得你自己不清楚 要不是你撤我和醉哥发生了关系 我会去你吧 妹儿是你最好的鲑鱼 连她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 你这颗肾是你先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个老先生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妹儿的病情呢可以再缓 甚至有可能得到更好的事 但是这孩子 就不早了 我闭口 我一点都不想看这些人 再说他都知道 再说了 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个错误 没有刚刚 原来你这心爱的人是那样 这本来就是你欠妹儿 你早该活 我不欠他 要不是你爬上我的床 妹儿会离开我 要不是你对妹儿下手 妹儿会伸出来结膀 你还走去吗 坐手 我从来就没有设计爬上过你的床 也从来就没有害过妹儿 我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冷叶 你又想干什么 你又想干什么 有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喜欢她 好 因为在半年前我出了车 生妹儿 冒着生命危险 把我从车里带出来 而那时候 你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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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得何能能霸占着冷太太这个位置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懒得再听你废话 冷叶 不是这个样子的 冷太太 换身的手术马上要开始了 麻烦你躺好了 不不 你让我处理跟妈说清楚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让我处理找的 不是这么大了麻药 我怎么还这么矫情 那个小杂种拿掉了没有 手术很成功 六个月 已经成型了 事业挖出了 全部挖出来了 干的不错 钱会打到你的卡上 谢谢梅儿小姐 去吧 好 顾清欢 被挖盛的感觉不错吧 你呀 可千万别就这么死了 还有很多惊喜 在后面等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醒了 既然醒了 那就赶快把他牵了 你不是说 我给梅儿一颗事 你就不跟我离婚了吗 我要是不那么说的话 你怎么会兴奋全员的 不是 希望你这么恶心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一直 綁上这愣太太的位置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吗 我 我没有逼走梅儿 我也没有害她 那 当天你冲我 明明冲你那人是我呀 你给我住嘴 势头如今的 你还在撒谎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你也会不会 怎么样 你刚做完手术 身子管这么虚 来这破地方干嘛呀 我醒来没看见你 我先过来找你 我一直陪着你 多谢你 叶哥哥你好 叶哥哥 你能不能 推我到千万姐姐那边 我想跟她说几句话 你跟她恶毒在里面有什么好说的 你去推我过去嘛 再怎么说 我们之前也是最好的朋友 请问姐姐 谢谢你这么善良 愿意给我换一颗事 只不过 真的好可惜 你们的孩子没有了 我已经六个月了 已经成型了 她是大脑皮 你屁股啊 妹儿 妹儿 妹儿你怎么样 啊我好疼啊 爷哥哥 妹儿 我好疼啊 爷哥哥 你怎么这么老度 妹儿传门来向你道歇 你就这样伤害他 你竟然告诉你 妹儿但凡你喂点手 我叫你脖子好死 我走 我告诉你 离婚协数你要是不欠的话 把你不肥羊长大那个奶奶 她会出什么事我就不知道 不行 你我求你你不要动奶奶 求求你你不要教坏奶奶好不好 妈 老爷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老爷 我求求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奶奶 你干什么 干 让你清醒一点 你你怎么 忘了告诉你了 我呀 根本就没病 我不需要你的肾 可是呢 这叶哥哥一听说我要换肾 他紧张的不得了 就立马挖了你的肾给我了 哈哈哈 怎么样啊 被肾挖的感觉好不好受啊 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为什么 明明那碗灌醉叶哥哥的人是我 怎么爬上他床的人是你啊 我还就告诉你 你那个孩子啊 已经成型了 听说啊 人是个男孩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妈是你呢 对啊 哎 还有啊 你还记不记得啊 你冒着生命危险 把出车祸的叶哥哥从车里拖出来啊 可惜呢 你出来就晕了 叶哥哥第一眼看见的人 是我 所以啊 所以啊 他在心肩上的人 也只是我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说我那说清楚 你说什么说啊 你以为他还会相信你啊 放开我 行 那你去吧 忘了告诉你 你奶奶啊 已经被叶哥哥气死了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啊 我奶奶怎么了 我说啊 那个老东西啊 已经被气死了 哎呦 你是不知道啊 当时啊 我听见你肚子你的孩子没了 肾也被挖了一颗 哎呀 当场就没气了 没气了 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这么恶毒啊 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你 谁让你不离婚啊 你发展是不属于你的位置 这就是你的下场 哎我孩子还能够坏了 你 你 你要是觉得 掐死我呢 让你好受一点的话 我来 你这个疯女要干什么 不行啊 我告诉你 你以后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己 自作自受 路由自学 为什么把责任还要推到别人的身上 不知道 什么 h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